你幾歲 五歲 五歲 你哪一年出生的 穿上圍裙 戴上廚師帽 和小朋友戳起湯圓 柯阿伯不忘博感情 欸 你是住這附近的嗎 你是住哪裡 你住哪裡 巴黎 巴黎喔 哇 你新北市的喔 連新北家長都把孩子 送來台北托育 可讓柯文哲笑容挺不住 托英中心第16家收割 正式開幕 拼托育政策冒足全力 我們目前有適當的空間 就設這種40個人的 這種托英中心 那如果是空間不夠 就用那個四個保姆 照顧12個的 這種社區的托英 比較小型的托英中心 拼連任更要技力多 台北市府明年打算再加碼 四歲中班幼兒若念私幼 可補助5000到13500 砸1.49億 預計明年9月1號上路 不過和台南比較起來 只要學齡前幼童 念補助名單內的私幼 收費一律比照公佑 一年2萬2 似乎略遜一籌 一學期沒什麼保證 因為每個月 他那時候 要每個月的付出 總比沒有好 對某部分的人來說 就是 還是有一點貼補的作用 就單一個小朋友 我們補助錢還是比較多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名目 育兒津貼 保姆津貼 總數字台北市當然一定是最高 因為台北市還是經濟狀況比較好 自認北市福利最好 托餘政策 想盡辦法使出利多 要為2018連任 施政成績單多添幾筆 憑選戰意味不言而喻 歡迎新聞 江淺東 李嘉恆 台北報導 臨時不久 來自把